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出我们的交通部也要进行反制了 怎么反制呢 据说就不让他们走空桥 换句来就是说可能要走接驳车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被民众跑轰 这到底是惩罚了谁 整到谁呢 另外还要提醒您的是 诈骗又有新手法了 现在传出不只是这回诈骗犯更加升级了 不只是有行动机房 而且还进行了三角诈骗术 到底什么是三角诈骗术 他们要怎么骗呢 等会儿来告诉你 小心别上当了 好 我们刚才介绍再见 来到节目现场 邀请到风凰机师詹姆氏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幼稚旅游协会理事长李奇悦 大家好 邀请到财经专家賴先生献哥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以及在网路上被诈骗的受害者江文峰 是 大家好 邀请到珍惜业者炮哥 警察 大家好 以及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家青 大婉安 节目一开始赶快带您来关心 当然很多民众担心 真的有可能让这些外籍航空公司 因为去台湾化就不能够使用空桥吗 中国发寒施压 要求外籍航空改名称 台湾必须冠名为中国台湾 交通部传出要研拟制裁方案 控管外航降落位置及时间 当然没有效的感觉 只是就让旅客走比较远而已 我们如果去其他国家也反制我们更简单 如果扣掉货机运用的话 那其实外籍品的数量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仔细看看交通部研拟的反制方案 第一招改名为中国的航空公司 不能停靠空桥 而且将调整时间带 像是发航台航都很可能属于这一种 第二招没冠名中国但改为台北 降落停靠时考虑减免降落费用 以及设施使用费 例如联合航空 第三招则是针对部分外航 未来降落地点可能改到台中 留在清泉岗机场过夜 交通部不愿证实方案内容 回应还在眼拟中 但工会表示这样的制裁 担心旅客权益 说真的其实影响的 可能还是旅客的层面 当你这个市场变大了之后 人家就比较会接受 业者就比较会接受你的条件 交通部你三招反制 相应起来专家点出 得扩大市场需求量 才能有效加强制裁力道 三立新闻张玉杰 张德森 曾嘉宣 台北报导 到底什么是调整时间带呢 同时交通部如果真的祭出 这三招反制会不会是欺商权 等会来再讨论 接下来节目现场 在今天正式大头条 带你来关心的是 全世界44家航空公司 一位受到中国威逼 就去台湾化了 现在我们交通部要硬起来了 外传会有三招反制 其中有一招 不能用空桥这件事 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其中还有一招呢 说是要调整时间带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政府标准的 外航领导专业了 调整时间带的意思是说 譬如我们现在飞机时间都不错 起飞的时间 譬如说都是早上 7点 8点 9点正常时间 或者落地的时间 譬如说欧美回来 都是早上6点多 7点多 8点多 一般的东南亚 东北亚航线 回来都是大家上班时间 左右的时间 那它一调整时间带意思 我就让你凌晨3点起飞搭飞机 或者我就让你外这些 44家航空公司进来的时候 我允许你可以落地的时间 就是晚上凌晨1点到早上4点 这个就叫调整时间带 就是把它统统变成红眼航班 对 所以说为什么 连架航空的时间都很差 因为连架航空去夺取这些 这个时间带 它比较好 它比较好释放这个时间带 时间带不好 其他时间都已经满了 它就剩这些时间 所以连航就去争取 这个比较不好的时段 就是所以拿到这个时段 它现在要把这个不好的时段 放出来 给这4家业者 但是时间带是 我们交通部说要改就可以改吗 它不是要经过国际的一些协调的会议 所以说这个叫做什么呢 人家孙子批法说 杀敌1万自损8000 它这个做法 杀敌1万它自己暴毙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杀敌1万自己暴毙了 因为它不可能嘛 我们想 你给人家处理这个手段 这个措施嘛 那人家同样会反制嘛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双方有航权 有协议过的 并不是说我这边 我单方面 我这一方 我说好 我让你日本航空过来我这边 全部都只能凌晨1点到3点落地 这不是我们说了算吗 当然不是说了算 这个是当初签航权的时候 签航权的时候 就已经有共识达成的协议了 另外拿到这个航权的时候 航权就有附带时段 所以交通部真的是外行领导内行吗 刚刚詹姆斯说这是 调整时间带 不是 你刚刚说这杀敌 杀敌1万自己暴毙 杀敌1万自己暴毙 所以这不是欺商权 对 这个真的 欺商权是 伤敌7分 伤自己3分 这叫自伤权 就得自己自杀 为什么 因为我们 这是自己自杀 对 我们这样子一做下去 如果是外行 他也可以怎么样的动作 第一个你说好 空桥不让你用 那我们长龙滑航 他也可以不让你用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他说你时间再给我调整 所以将来我们长龙滑航 到别的国家 也没有空桥用 也有可能 他可以反正 他说那我也不要让你用 再来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 因为你把我的时间带调了之后 调整这个 第一个调整时间带 要经过IALTA 它是经过国际航鞋 整个国际的鞋地 各个机场的运作 大家都是先事先商量好的 好 那你改它之后 它有可能是 因为我的时间差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的时间差 我就干脆我不飞 我不飞情况之下 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地方 要争取航权 争取航线 争取人家外国飞机 愿意飞进来 那这个是很难 我们要去谈航权 很难谈 我们真的是 国际空间非常非常狭小 那你今天呢 它可以因为 你这个时间带太差 那我不飞可以吧 好 一个外国航空 不飞对我们影响有多重 我跟你讲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是一个很小运量的地方 我们出国1500万一年 然后外国来台湾1074万一年 我们整体运量出跟入加起来也才2500万 加上个转机客 我们的一个桃园机场的转机客 大概一年桃园机场在这样运作来讲 差不多在三四千万这个中运量 你看我们附近几个大机场 包括什么香港 上海 首尔 东京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这些都是巨型的机场 很多他们的航线 他可以不要飞台湾 他说你台湾居然如果这样的话 我把你航线撤掉 我改飞其他地方 因为你如果是在三星半夜落地 他无力可图 他也找不到人可以 他可以撤航线 不合啊 不合 那再来 一旦他们如果撤航线的时候 我们的境外旅客来台 不要说我们出国 我们境外都会来台 人数就掉下来 为什么 因为一千零七十四万里面 外籍航红公司再进来的旅客量 至少占一半 那这样的话观光业 航红业不是大家穿着弹 难道观光业还不够惨吗 贾清 这件事 惨还要让它更惨吗 大家要先注意 这个到底是谣言 有人故意乱放话 还是它这是一个事实 如果它是一个事实 政府应当要有正确的公告 到目前为止都是仅限于 某航空业者表示怎样怎样怎样 某人表示怎样怎样 那交通部怎么不出面反 今天部长已经出来说了 说以上说法都不是事实 不 他是说还在研究中 还在研究中就表示有在讨论啊 应该这样说 他没有说不是事实 他说这件事情还在演你中 还在讨论 这件事情很简单 不可能这样子做 不可能这样做干嘛要讨论 不可能这样做 有人故意讲出一些蠢的idea 自己又把话放出去 我觉得这是故意在制造某种 这种内部的谣言 但是现在有没有可能 因为这些44家航空公司 去台湾话之后 我们交通部说我们要硬起来啊 所以他们就开始想反制措施 到底媒体上所说的 或者根据某航空业者的爆料所说的 会不会付诸实现 我们不知道 照嘉庆的说法 现在还没有确定 不是一个确定的政策 但是现在已经被骂翻了耶 因为不能用空桥这件事情 哇 姿势体操 我可以想象 在现在这种38度的高温 大力干 四力干 我要先掛行李 先踢着行李 走那个楼梯嘛 你知道还要踢着行李 先走楼梯啊 然后呢 记得等接驳车 接驳车呢 在热门时段呢 有时候等一等等 几十分钟都有过 然后上了接驳车之后 下了接驳车 还要再走一段路 哇 这不是整旅客吗 对 这个就是说 一般航空公司业者 是使用空桥 那你会发现 大部分的廉价航空业者呢 它就停外机坪 用接驳车把飞机接到 是 把旅客接到外机坪 所以说你们要了解 观众朋友要了解一件事情 事实上 如果旅客用接驳车 接到外机坪 航空公司还比较省钱 因为飞机靠空桥 空桥费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把 航空公司要付空桥费 当然要付空桥费的啊 那你飞机停外机坪的话 它付的钱比较少 即便要付那个接驳车的车钱 一趟一趟也比较便宜 所以你杀敌这个措施 对不对 人家不痛不疑 其实是整到旅客 因为对航空公司没有增加运营成本 你把我搞到外机坪去 结果反而更便宜了嘛 那观众朋友都不知道一件事情 就想说 44家业者 每一家业者来我们这边 他都是 都是一个业者而已 了不起他损失这条航线 我每一次得罪是44个业者 所以到处来得罪的 损失的还是旅客的权益 那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不常搭飞机 但是你只要搭过一两次飞机 就知道如果这个停在外机坪 有多么可怕 当然阿关刚刚讲说 夏天34 35度 停在外机坪 了不起流汗嘛 这么是 不是34度 35度 你不知道现在已经飙到 高温已经飙到38 39了吗 不好意思 我都在家里吹冷气 是这样子 你像台湾已经有出现39度的高温过了 高温了不起你就是晒嘛 因为外机坪 我们看一下 停外机坪 我们靠着就叫这个登机梯 活动车登机梯 这个梯子 它其实是一台车 小货车一样 开到旁边把梯子伸上去 靠在飞机上面 就这个样子 那这个登机梯 我非常怕大风大雨大雪 刚刚阿关讲 38度你就了不起热嘛 对不对 拿个扇子33就算了 我们遇到大风大雨的时候 有时候飞机停 停在外机坪停完 舱门空扶员把舱门一打开 那个雨就喷进来了 那旅客还没有 还没走下楼梯 全身湿透 全身都已经湿透了嘛 对不对 但不像我们如果有靠空桥 对不对 你一开门出去 门一开冷气就灌进来的 舒舒服 外面下大风下大雨都没事嘛 如果一旦不能用空桥 其实不是只有惩罚到里头 你们最怕就下街 你们也要跟着走登机梯不是吗 对 有一次我 然后空扶员跟着走登机梯 走 都要走 行李大小行李就自己扛嘛 扛上楼梯扛下楼梯 我有一次在印度的时候 又是印度 下大雨 雨非常非常大 门一开 一样 雨又灌进飞机里面 那客人全部都下完课了嘛 全部都在那个接驳车上面 那是组员车没来 然后呢 我们就去协调 那你们等一下 我们组员要跟客人搭同样的车 那客人就在上面等 等了十分钟 已经很不耐烦了嘛 因为我们组员都要收东西 空扶员还要收毛毯 收耳机 收什么 飞旋要做一些记录嘛 好 不容易 大家停了大小箱子行李 因为我们飞了三天两夜 都是大小箱子行李 上了接驳车 雨外面风大雨大 就接驳车开一开开一开 开到比较低洼的地区 就慢慢 水就从脚底下灌进来 因为那接驳车 通常都是低底盘的车子嘛 对不对 那它靠低洼地区淹水 水就开始从底盘底下 从客人的鞋底 开始深深深淹到脚踝 你就看每一个客人就心里拎起来 拎起来不够拎 就开始扛在头上 到最后那车子就抛锚 我们那台接驳车就抛锚 那司机把车门打开 让所有每一个客人 车上一两百客人 每一个人这样扛着行李 我们飞行员扛着行李 空服员穿着美美的空服员制服 扛着行李这样 从机坪就这样走 涉水走回后机室 好惨 印度 对 但是我现在讲 这个只是停外机坪 因为外机坪 你想我们是客人嘛 就了不起爬爬楼梯 大风大雨 你了不起就淋点雨热一点 对不对 但是你要想有轮椅课哦 轮椅课怎么办阿关 轮椅课有可能 有那个自动升降机可以做 对 通常轮椅课会有这个东西 通常飞机的左边下客人 就像刚刚看到的活动的楼梯嘛 下客人 右边呢就会有这个升降梯 轮椅课就会这样 推到这个升降车上面 那升降车就下来 但是我跟你讲 大部分我经常看到 每三次会遇到一次 因为有些场站 它没有升降车 没有升降车的状况 那要怎么处理呢 阿关你猜猜看 就要亲员帮忙 对 但是有些 对 没错 亲人 但有些没有亲人的 空扶员我们要找空哨要去扛 有时候飞机上没有空哨 我飞行员我机长我下去帮忙扛 你说真的假 我讲真的啊 我就扛过好几次啊 所以停外机评哦 不是不是那么的轻松啊 说实话 所以状况会很多 对 没有错 不过刚刚嘉欣也谈到 其实这还不是一个 确定的政策 从国到尾没有确定任何事情 这个不过就是有些 那这不到底要怎么样反制呢 我老实讲哦 这件事情当然中国政府 意图用改变所谓 台湾航空的这个名称啊 要想办法来矮化台湾 但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是中国 要让全世界不爽 我们如果跟他一样蠢 做同样的事情 也让全世界不爽 对 也会让全世界不爽 那所以中国要蠢 就让中国自己去蠢就好了 他们自己要改变现状 也是他们自己要负起责任 那我觉得交通部内 有一些公务员啊 我不客气的这样说 也许有些人停了一些存在 也许有些人停留在 一种那种就是好像说 你打我A我就自己打你A 你打我B我就打你B 完全没有一种策略性思考的人 提出来的某些意见 老实说都不成熟 这是为什么今天 交通部没有开门建材 召开记者会公布这个东西嘛 不是 真正的凶手是中国 不是这些航空公司嘛 这些航空公司嘛 没有过 这些民航的公司 没有一个是 大家都受害人啦 简单讲啦 台湾也是最大的受害人嘛 航空公司也是被迫嘛 大家还记得每个航 每航有两个航空公司都被施压 对不对 连美国国会议员都出来骂人了 都开始力挺说不可以改 对不对 可是迫于自由市场 中国就从来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国家 还用自由市场来欺压 但我认为这件事情 台湾应当要采取另外一种策略 你越欺压 我就越用一个软调的方式 说那你来我台湾 你愿意继续用台湾的名称 我给你什么优惠 用奖励带不准备 对 那中国如果认为说 用台湾的名称不好 那我们就恢复用ROC嘛 有什么关系呢 好 所以 我觉得嘉欣姐她刚讲是说 那个交通部里面 她说政策不会这么干 对 但是过去政策也曾经干过一些权势啊 这两个意思嘛 第一个交通部螺丝松了 里面有人呢 就是在那边冲坑 也照他这样讲是这样子 那表示什么 你里面人没管好 但是呢 你交通部长第一时间 有这种事情一出去之后 他应该要出来 马上严正的说 没有 没有这件事情 他为什么拖那么久 拖到大家整个 舆论化了 那我们也可以 很合理怀疑说呢 他是不是现在放风声 带风向 看看大家反应怎么样 好 大家反应不好 快收回来 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大家也会误会 所以说呢 交通部为什么第一时间 不出来讲清楚 因为以前春节风机 对 我们还有交通部也曾经干过类似的事情 什么事呢 M503航线 记忆犹新 今年春节的事情 因为M503航线的这个争议呢 就搞到最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就开始呢 我们民航线的 不核准春节加班机好 一个不核准呢 当时新闻也很大哦 很多人就是开始呢 开始骂什么 很多一些在大陆念书的 在大陆那边的工作的那些 台商台生的朋友 要回来台湾 结果呢 加班机不准飞 大陆的加班机不准 台湾加班机 大陆当然也不会准 结果呢 原本航班留着 加班机通通都没有 它造成什么 造成还有很多一些抗议啊 甚至有人就是 在上面不断地控诉说 他回家路很难 这是什么 这个也是交通部当时 就是半年前 结果扯罚到台商啊 对 就结果到最后 受害到的是谁 受害到是我们自己 台湾同胞嘛 那些事情 后来已经事实证明说 没有那个所谓 搭不到机的问题在 那但是这为了国家安全 有某些的保护措施 这是必然要有的 是搭不到优惠的飞机啊 对 没有错 应该不是搭不到机 但是价钱就是贵很多啊 价钱当然会上升一点点 本来我老实讲 你本来早一点买的航班 你本来就价格便宜一点 你越靠近所谓的春节的期间 你本来价格就会上涨 所以那个时候的价格 当然是本来就比以往的上涨啊 那你不能因为这个因素就说 那是因为M503的因素 所以你价格给我上涨 不是这样子讲的嘛 那我个人认为说 连价航空刚刚这个机长有错过 连价航空为什么所以连价 它就是把某些服务的这个拿掉 那降低它的cost 所以你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钱去搭嘛 所以你搭连价航空之后 你可以不可以 你的行李要称重哦 你要付钱哦 对不对 然后你在上面吃东西 你不可以哦 你要买哦 所以那个概念上是不一样 但我觉得中华民国政府 走到今天我们已经讲过 我们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但广大行李一次 其实我们的政府做这些 不管是跟人家断航线 停止航班 我们的政府其实有它的权利 之前在马政府的时候 广大行案历历在目 当时菲律宾欺负我们 欺负成这样子 所以当时说呢 我们对菲律宾发红色的旅游警示 而且停止飞 好 一停飞之后 结果大家当然 整个台湾的舆论都是支持的 因为菲律宾 吃人家糟糕 我们这样不可以买 好 可是呢 坦白讲哦 任何政府的一个行政措施 都会造成某些人真的会受到损害哦 当时广大新案 全大家台湾都说认为这样做得对 可是有几家旅行社差点面临倒闭的风潮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他们刚好是专门专营菲律宾 包飞什么 什么树物的啦 飞长滩岛的包机的旅行社 他们包了 那个树物的太平洋 或者菲律宾航空 他们花钱的 钱都已经给了航空公司飞包机 结果呢 台湾一不说一段的时候 钱拿不回来 菲律宾航空公司说什么 是你台湾政府不让我飞的 我没有不飞啊 所以我钱不还你 哇 这些旅行社 真的因为一大笔钱 全部航空公司不还 差点倒闭 那个老闆差点走路 老闆只要走一走 跟他老面塞 为什么 因为他走投无路 他这个是政策上面 其实所以 现在任何一个政策 真的还是要顾虑到民生经济 不要再去做这种 我们没有本钱去做对抗 好 但是 如何维护我们的国格 这当然还是需要智慧 不过我们回到这一次 传出来的反制措施 其实还有一项 就是不让飞机在桃园机场过夜 他说要让他们到台中去 这会 这会怎样 这也不够逻辑啦 这个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天方夜谭了啦 天方夜谭吗 天方夜谭了啦 然后再把飞机飞到台中 因为他说三招集就有一招 你一想就知道这种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越来越好人会讲出来 飞机根本就谣言嘛 想到这个idea是奇才 是奇才啊 奇才真的是奇才 因为等于是要先把客人放下之后 飞机在中 飞到台中 全世界没有一个机场是这样子搞的 如果真的这样搞 台湾绝对上头角 不是 先听我讲 所以这到底是假新闻还是真的很蠢的公务员 不是 阿官你先听我讲 他飞到桃园之后对 先把客人放下来 那他要飞到台中 可是他飞到台中 还不能靠空桥 还要庭外积瓶 还要再庭外积瓶 河机长哭不论 千辛万苦的 如果又调整了时间带 就在三个半月半月 对 三更半夜 然后呢还要庭外积瓶 我觉得这创意很好 因为我们那个恒春机场 现在一年就汇得到一个飞机 全部都到恒春去 对 那这样到恒春机场就环容起来了 对啊 那恒春的那个地方的民宿啦 饭店啦 旅馆啦 晚上都有人住啊 这还不错 憲哥蛮会讲反话的 所以怎么样 维护国各 我刚才谈到这真的需要智慧 好 紧接着小伙多待 只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跟民众跟老板信息相关的诈骗 又有新花招 现在诈骗犯已经升级到 已经不是2.0版了 你不要叫做几点零版 因为他们不只用行动机房 还进行了三角诈骗 警方在高雄商圈停车场逮捕嫌犯 身材重瘦男子一脸淡定 车上被搜出笔记型电脑和十几只手机 看来事业做很大 只是嫌犯没做震惊事 组成诈骗集团在网路上当假卖家 拍卖网刊登扫地机器人等热门商品 等买家上门下标 要求买家把钱汇到集团成员 在另一个拍卖网假扮的游戏点数商 在透过转卖点数方式洗钱 借此躲避冤警察器 网路诈骗手法老练 嫌犯和集团成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捕 曾在网路上利用粉丝追星的心理 声称有五月天等知名艺人演唱会门票诈骗得逞 从2010年假借公仔卖家骗钱开始 什么都卖 卡通调试限量收藏品 甚至演唱会门票和电器用品 只是全部都是假的 走机骗了上千万元 主贤曾是居民大厂工程师 因为网路诈骗第四次被警方逮捕 再次沦为接下穷 好 到底三角诈骗怎么骗 等会再来仔细告诉你 千万不要上当 其实最近的诈骗手法很多 连阿冠都碰到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有很多人可能都接过这个电话 这是加675的来电 那上面有写 是从哪里打来的呢 叫做巴布亚牛吉内亚 我又没有巴布亚牛吉内亚的朋友 所以要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你接到巴布亚牛吉内亚的来电 千万不要回播 你可能会暴增你的电话费 不过现在的网路诈骗非常非常多 文宝你说你被骗 应该说先骗 骗不成之后就被勒索 所以你的情况是 你是买家还是卖家 我是卖家 你是网拍卖家 是 那当时的情况是 就是在数年前的时候大概 数年前啊 大概四年以前了 所以这个案子有进入诉讼吗 有有进入 所以现在已经打官司打了几年了 四年了 所以官司打了四年了 是 那还没有 还没有确定 就是因为他们不断的一直寻找新的被害人 那案件一直新增 那地检署那边就是新案并旧案的原则 就是导致他们一直 所以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现在 就是到现在他们还逍遥法外就对了 都还没有进去管 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当时遇到的情况 当时遇到的情况就是 他们会到我们卖家的卖场来下标 下标之后他用信用卡的方式做一个结账 那我们卖方看到信用卡授权记录以后 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会把商品寄出去 但是寄出去之后 所以你有去查他确实有 有用信用卡他有刷 是 有刷 然后他就是 然后你就把东西寄给他了 就是东西 他们会在我们被害人把东西寄出去之后 就用各种理由去跟银行指付这个款项 所以最后你是没有拿到钱的 一定拿不到钱的 但你东西寄给他了 东西已经寄给他了 好 然后接着呢 接着然后有一些人会自认倒霉 那像我就是 那你家你的情况就好了 我的情况就是我去报警的时候 结果这四年来我过得更惨 为什么 因为他们骗不到他就干脆用勒索的 每天到我的卖场下标上百万次 然后 可是他下标上百万次 他就得刷上百万次 就是没有刷 然后他得 他没有刷 他就是一直结账 我们看多少数量上去 他就下多少 就是不让我们正常的经营下去 还有你做行李啦 用骇客的手法 就细了对了 就是他一直下标下标 别人都没办法下 是 然后他的账号全部都是盗用 其他不特定被害人的 大概一天可能 盗了四五千个账号都用 就是用三角的手段 用别的被害人来下标他 造成他们的困扰 然后他们都不用再做生意了 但你找得到是谁吗 因为他是用别人的账号 你有找到人 你怎么找到人的 其中有一个电话 我们有跟对方通话 就是这个犯罪集团的 其中一个成员的声音 那因为我有找出其他的被害人 其他的被害人也一听 就知道是他们 对 所以透过这个电话号码 就寻线找到 因为他都用假账号码 所以是刚好有一通电话 你们通过电话 就是因为他们夜路佐多 总会碰到鬼 他们就是用了好几年 用了上千万 上千次上万次 那总会有一两件 可能被警察来到的 那逮到的部分 就是以送法办了之后 就是以送立检署之后 他们还是继续再一直做 那一直做的话就是 依照立检署 他们办案的规则 就是刑案会一直定就案 一直下去 所以这案子就会拖很长 就是案件一直拖下去 所以说我估计 在我才从网路上去 寻找被害人 大概最久的一个 有受害将近九年的时间了 所以有另外一个案子的受害者 你知道的他已经诉讼九年了 对已经九年了 然后这个地检署 就是一直都没有做任何的一个 预防 对 就是让他继续用骗 就是没有 一直没有要积压的打算 好 那你受害你刚刚说 刚开始你不知道他是骗子嘛 所以他刷了之后 你就把东西寄给他了 所以你也没收到钱 东西寄出去了 莫可奈何 但是当你知道之后 你就不寄给他之后 他就来恐吓你 他就直接恐吓 甚至直接勒索保护肺 他怎么勒索 你可不可以 他 当时的情况 当时的情况就是 每天大量的下标 让我们生意 完全没有办法做 那没有做之后 没有做之后 甚至更恶劣的 他到地检署 每天一直找各种 莫名其妙的理由 一直对我提告 他还告你啊 他还恶人先告状 一直告 然后告的理由 都是很五八八门 千奇百怪 天方夜坦的 比如说 他告我说 我因为在法庭拍桌子 导致桌子飞起来 然后去敲到他 就告我伤害 拍桌子东西飞起来 他说拍桌子 然后桌子那边飞起来 去把他打散 还有其他的吗 还说 告你什么 还有说什么 所以他的勒索 不是直接跟你说 我要给你要多少钱 不是 好像还有一个说 是性骚扰他妈妈 那个是另外一个被害人 也是跟我年龄差不多 三十几岁 然后被告说性骚扰 他六十几岁的妈妈 但是他总是要有一些市政 比如说 为什么说他骚扰他妈妈 他就是没有市政 一直乱告啊 然后我们三不五十 就会收到一个简讯说 法院是我家开的 你最好认罪 赶快赔钱 那如果有简讯就表示 可以查到到底是谁啊 他告你就知道 是谁告了嘛 他用王八卡 他都用王八卡 那警察 很多 我们也报案很多次 因为警察大部分都是 他用王八卡恐吓你啦 所以也不能说是谁 你也没有办法追究说 其中一件是王八卡 然后那个 王八卡的深登人 也就是挂名的那个人口 还被因此被判刑了两个月 那结果真的这个集团 还骚扰法外 王八卡的那个使用人 因为被他盗用了嘛 但是因为他自己用了王八卡 所以反而他自己也有事 对 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那一张 那一个行动电话啦 挂名的人头被判刑两个月 然后这个集团 他到现在还骚扰法外 那他还告你什么 还有什么其他比较夸张的吗 其他比较夸张 像现在最近好像 因为一百多条里头 除了那个拍桌打到他伤害之外 还告我杀人 告你杀人 我最近收到一个那个警察局的通知 暗友说是杀人 那他为什么 他总是要有一些具体事项吧 他为什么告你杀人 你是去哪里去他们家还是怎么办 我根本就没去过了 我根本就没去过 莫名其妙就收到这个 可是他告你他一定要现身嘛 他一定要现身请坐的吧 他现身就是都讲一些奇奇怪怪的 这样就知道主使者是谁了啦 是 因为他要现身啊 是 然后我之前也曾经告他诬告过 但是只要他身份变为被告的时候 他马上会拿出一本残障手册 说他有智能障碍 道路认知障碍 然后地检署好像就是真的都很吃他们这一套 不是 听起来这很满费你所思的 我这边就有一个地检署回复给我的文章 主持人也被诈骗就对了 这就是他的内容 但是这个很多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重点啦 因为 因为这这么多 因为他就是他告人的时候他一定会出庭啦 然后他被告的时候他就说他有 他说他提出请假状 然后他说他患有轻度自闭症导致道路认知障碍 道路认知障碍 对 不知道路啦 对 从未到过的地点极难确认详细位置 请求宜专管辖到台湾高等地方法院 所以他是故意让你疲于奔波是不是 是 对 那很更奉刺的一点是 所以你得到哪里去出庭呢 他就是一直想办法要把我们弄到高雄去出庭 让我们疲于奔命 这样子他比较好勒索 因为他有道路认知障碍 然后他到台北会迷路 但是去年11月他们曾经直接到我家里去侵入住宅 他侵入住宅他就不会迷路 他告你一百多条啊 那这个又是什么 来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常常会收到的恐吓简讯 要车马费要怎么样的 好 来 我们来看 找涛仔当灵眼总得算点 你有找一个叫涛仔的当灵眼吗 没有 把肚子洗干净等我 这个只是一部分啦 因为时间的关系 全台湾从警察到检察官到法官到公诉人 全部都是我的人 你要怎么跟我斗 这是你所收到的简讯 那用这个简讯 没有办法查到是谁发的吗 因为这个其实已经有机会构成恐吓 因为 没办法查嘛 因为都是网巴基就没有办法查嘛 我之前有向警方提出说 看能不能用具 因为我们想也知道是网巴卡啦 所以我之前有向警方提出说 可不可以用定位的方式 把这个真凶找出来 用网巴卡就找不到吗 正常来说 我觉得以现在的办案科技来讲 应该是找得到 但是我觉得检警根本就没有要为了 我们小老百姓受害的事情 你因为没有认真找 我觉得没有 他就是想交代而已 你说你还碰过恐龙法官 那是怎么回事 我在网路上有叙述 就是我如何被加害的这一个文章 但是碍于说 一直这个东西一直没有结案 法院还没有判 所以你在网路上把你的经历写出来 但是我没有把对方的年纪特程写出来 你没有写对方到底是谁谁谁某某人 但是他们自己把这个东西 复制到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拨到另外一个地方 把自己的名字关键字加进去 然后拿来告我妨碍名誉 对他们真的什么都敢做 拿来告我妨碍名誉 之后呢 之后因为 之后就是 有四邻地方法院有一个法官 不分青红照白的就认定说 对方有提出这个东西 那就是你嘛 然后你就被判有罪 就被判有罪 那这个案子已经结了吗 还是说你还在上诉座 还好上诉那个高等法院 他比较有认真在看就判我无罪 又回来判你无罪了 因为他有传 因为我在第一审的时候 要求要传唤相关的证人 就是那个版的版主 有没有贴过这个东西 那个版的主人一定是最清楚的 因为到底是你贴的还是别人贴 这很容易查啊 那因为二审的法官 他是有传唤这个相关的证人来说明 所以证实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所以这个案子你已经无罪了 所以就无罪了 但曾经被判有罪过 对 那这个就应验了他们一开始 勒索我的说法 说他告我告你一件不成 我就告十件 告十件不成我就告你百件 告百件不成我就告你一万件 总会碰到他 但是他告你一万件他也要诉讼成本啊 不用打刑事官司根本不用成本 他也没罪就输 他根本就是他们专业的一直写状纸 每天一直投一直投一直告 我们就要一直出庭 是这样子还有这种事啊 然后只要出庭完 我们就会收到全台湾警察到检察官法官 都是他们的人 他就用这种手段 胁迫说我关 你不管是不是诬告的 你就给我承认就对了 承认要赐赐赐的 你说他曾经到你家 是 那又是怎么回事 那一次是怎样 那一次我们就是准备好 要去出庭 结果他就直接开着一台车 从警卫室用冲撞的进来 堵住我们的出入口 不让我出去 大楼的出入口吗 对 大楼的出入口 那你们家应该有保全吧 就是外围有保全 他就是用贴 贴那个邻居进出车辆 贴得很近的方式 然后以高速这样子进去 警卫也没办法来 就是前面有一台邻居的车要进去 他就贴着他很近 所以他就可以跟着他进去了 对 他就跟着进去 然后 然后 后来警察有当场在里面 有巡获到他 结果他到法院 不是 当他进去之后呢 他跑去你家 他 应该说 他只要进去这个警卫的范围 就已经是不合法的状态 我知道 但是我想知道是 他有进到你家去吗 因为他跟着邻居先进去 然后呢 然后刚好就是被我看到 我就赶快报警了 你就报警了 警察就来就找到他了 对 就找到他 然后他到法院去还 还说他没有去过 说我们那个监视器是伪造的 警察是作伪证 那个警卫也是作伪证的 他们是什么话说 可是找官相信吗 他说警察是作伪证 监视器是伪造的 目前是还在检察官那里 所以这个案子还在打官司中 都已经快一年了 好 当然这是你的说法 我们不知道对方的说法是什么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希望听听对方的说法 对方的说法 毕竟这个案子目前还在诉讼中 真相如何要等判刑确定才知道了 不过这种网络诈骗 现在越来越多了 这个现在台湾最流行的 那我们知道说 台湾这个诈骗 就是世界第一次 之前是电话嘛 对 电话诈骗 电信诈骗嘛 是 现在变成网络诈骗 这都是人大堂在做的 还有车手啦 还有这个人头账户啦 什么弄得好像真的一样 但是现在我们对内 我们对台湾人在诈骗这个 就是所谓的什么 三角诈骗 我们节目曾经揭露过 这三角诈骗的这个东西 像刚刚这个江先生讲的 也是三角诈骗的一种 三角诈骗最大原因在哪里 就是变成说 低成本 低人力 对 但他三角诈骗怎么骗 怎么骗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讲过 我假设今天 佳心姐好了 他是在开手机行的 他卖iPhone一支四万八 我简单跟各位报告 那这个 憲哥他现在要买这个 我啦 我是诈骗集团的人 你是坏蛋 我卖张学友的演唱会的票 好 你卖张学友演唱会的票 卖十张好了 四万八啦 一套四万八 四万八现在 这个iPhone八 一支四万八好了 好 那憲哥现在 要买这个张学友的票嘛 好 憲哥就跟你买嘛 要跟我买嘛 你几岁 我姓徐 你汇到我们那个姐姐 老板的账户 因为 大部分的网路卖家像江先生 他都会在上面 自己揭露自己的账户 我的账户我徐某某 所以嘉青他是卖手机的 上面有他自己的账户 对对对对 那就把票款 炮哥我去看账户 所以钱是汇到嘉青的账户 那你又没拿到钱 没拿到钱嘛 我说老板娘 我钱给你贵下去了 这样喔 贵下去当然要出贵啊 我不是骗钱 我是骗货 哎呦 他这支iPhone就给我了嘛 那刚刚新闻当中的那个案子 他是骗点数 骗点数 他就骗到点数 其实是一样的概念 这个第三角 这个三角 这个人头户就是 他的点数 他是骗点数 就汇到所谓的游戏商里面去 所以这个 就被冒用的一个人头 就很倒霉 变成被骗的人 跟这个商家一个大纠纷 结果我鱼翁得利嘛 我就把货骗走了 我马上见现了 那嘉青有收到钱 也出了货 所以嘉青是没有损失的 他没有损失他要跑啊 跟他一样啊 他总要召唤他啊 因为他会告我啊 对他告我 他告他 他是人头户啊 信誉告你啊 因为他钱是给你啊 对 但是我已经老实的把货出了啊 因为他打电话给我说 那个钱是他会的啊 对 所以